武汉和平时新年的景象完全不同 所有的店面都关着 整个街上看不到任何的人和车 每个救护车过的时候是非常吃饮的 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自己连每年都在外面 到南方软河的地方过年 当时是计划好的 家人先过去 我1月15号去重庆办了一件事情 就连三十之前赶到广西跟他会合 喝完之后我是1月22号到长沙 那天晚上和朋友的一个酒吧里喝得很晚 就听到了武汉交通禁止出行的一个通知 我回到酒店后晚上我就想了一通宵没睡着 转转反车之后我还是决定回来 我就想既然总在外面说 武汉 is my city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也能为他做点什么 然后第二天我就改签 正好当时有到武汉的一班高铁 我就坐那个车回来了 过了闲林站 基本车上就没有人当时心情还是挺紧张的 然后下了武汉站之后路上一个人没有 公共交通已经停到当时 第二天我一个朋友把我拉到一个志愿者的群里 当时公共交通停到后很多医护也在那个群里 就在里面说自己工作了一天后回不了家 或者说自己要去上班没有办法 正好又自己有车就跑出去接送医护 接送完之后有时候这个群里甚至三点钟的时候就有医护在说我们慢慢下班回不了家 真的看到也是睡不着 然后晚上有时候也跑出去 因为那个情况下就是全部都在家里 堵这个病毒的时候 他们还在一线那么拼命 觉得应该要去帮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是挺害怕的 就是口罩戴着这个运动眼睛 把头发包起来 衣服穿严实 尽量不让皮肤和空气接触 去接送他们 后来也拉了一些医护后 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 对这个病毒的话就没有那么恐惧 我们一会儿会接这个医护人员到我们那边的酒店休息 他们上车后会有的是睡着了自己 非常疲倦非常疲倦 然后看到我心里会很痛 但是你拿着医护人员你老师知道吗 没有告诉他们怕他们会担心 我一次他是在我在外面跑的时候打过来的 然后在路边配合一下安静一下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只是说出来买一点物资 接了有一周吧 后面陆续就有了社区的支援车队 他们的交通也得到了解决 然后我们当时在配送一些医院所要的物资 他们有些生活的物资是非常的不方便 也是靠他们自己的车去运了很多志愿者开的队 把一些原住的也好 或者说点那点的一些配送 东北的医疗队要吃馒头 还有一些食品 一次性的卫生用品 因为刚开始跑的时候人不多 所以说需要用车的量非常大 那后面慢慢的没有朋友看到我在做这个事 他们也是加入到了资源者车队 还有中旬一些家庭送菜入固 还没有落实得很彻底 然后他们的物资也不足了 还有包括一些病患的家庭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们配送一些药品 或者说自己就出钱 然后买了之后会直接点准点给他送到家里去 后来这个情况就有得到改善了 路上走过来这段时间 发现了很多问题 他每个问题都积极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解决的那个过程中 我们就是帮助了一些碰到问题的家庭和机构 就像一个人嘛 他的有一些毛细血管 他没有流出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站出来 渗入到武汉的每一个地方 资源者那边 他们真的是不继酬劳 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在自己贴油税 花自己的钱采购一些东西 去援助到一线 或者一些真正有困难的家庭 有蛮多人都说 现在拖那么久 又没有收益 都快垮了 但是真正给他们碰到那些事情 他们还是在继续在做这个事情 你问我怕不怕 一个人出去 肯定是没有作用 很多人在一起 一条心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不稍害怕 也让这个疫情更早一小步地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